Hello大家好 欢迎回来纽约小卡 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一讲拉花 之前呢我有拍过基本的一些新型和树叶型的这个咖啡拉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会 如果你们没有学会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郁金香的咖啡拉花 那首先我要说一下是做郁金香啊 最好是用这种稍微矮一点的这种咖啡杯 然后呢杯形容量不要太大 像这种树板的和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咖啡杯呢 它不太适合做这种郁金香的拉花图案 所以说呢最好是用稍微容量小一些的200到300毫升之间 然后矮板的这样做郁金香会更好一些 还有就是需要用稍微中等偏厚一点的奶泡 奶泡不要太薄也不要特别厚要稍微中等偏厚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300毫升的杯子 然后呢我制作一杯3加2加1像这种最经典的一个郁金香 给大家示范一下郁金香的要点 OK首先做郁金香啊它其实是有蛮多技术要点的 首先它奶泡不能太厚 太厚的话它很多都是包裹不上来的 也不能太薄 太薄的话呢它的图案是不太容易成型的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用薄奶泡 厚奶泡以及合适的奶泡 那做出来的郁金香它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打奶泡要有这种撕撕撕 不建议太薄如果太薄的话图案看起来会不饱满 那成型就会比较大不规则 当然也不能太厚 太厚的话它的图形会延展不开 那每次的点源都会比较小 没有张力 那我们以3加2加1这个郁金香为例 如果太满出图呢 它图形就会太小 整个图形的包围 以及在杯子里边的比例就不好看 如果出图过早 那整个图案在杯子里边的比例就会过大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没有完全包围起来的郁金香 所以说呢中等偏厚它就非常适合呈现郁金香花景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包围起来的郁金香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出图的实际点 它4到5分板是最佳的一个出图实际点 前三层的第一次推不需要太大的力度以及深度 那轻轻的点一个圆就好 另外每次推出的奶泡量呢 尽量保持一致以及均匀 那第二层和第三层就需要稍微重一点的力度和深度 那稍微大一点的力度和深度呢 让上一层能够完完全全的包裹起来 那形成一个包围 那每一层都要有一个均匀的距离的间隔 然后最后呢就形成一个包围起来的郁金香 每次推的同时呢要注意适当的回杯 避免满杯了之后会洒出来 川 referendum 音乐 音乐 OK 今天也做了这么多杯 我希望我做这期节目 我做的教程 能够让大家学习到 新鲜的 有用的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长按屏幕的下方 对吧 应该是这边吧 长按点赞键 速度三连一下 OK 这期节目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